在釋迦茂尼佛中多弟子之中,有一位叫做周利盆陀騎, 他品性愚鈍,凡學習佛法,中完之後就很快忘記了, 所以學習了十幾年,在修辭上都毫無成就。 有一日,佛陀見到周利盆陀騎獨自一個人坐在竹林精舍的門口哭泣, 佛陀就問他為何哭泣?周利盆陀騎就回答:「世尊,我當初和哥哥一起出家, 哥哥已經證到初果了,而我連一句佛計都記不到,哥哥感到很失望, 說我今世收到,是沒有希望成功的了,命令我回家,照顧父母, 不准我留在僧團裏面,所以我覺得很傷心,懇求佛陀慈悲開示。」 佛陀聽了之後就說:「周利盆陀騎,你不要傷心,我教你持中四個字, 素塵除咎,你每日就念中這四個字。」 於是佛陀就很慈悲地將這四個字的意義解釋給他知道。 但是又愚笨又沒有記憶力的周利盆陀騎,連四個字都記不到,怎麼辦呢? 佛陀又跟他講:「你每日上午為竹林精舍掃地, 一面掃地,一面掃地,就會記得掃塵兩個字。 下午為彼優門清洗衣禮雜物,一面念中,除咎兩個字。 一面做事,一面慈念掃塵除咎,就會加強記憶力。」 周利盆陀騎,依照佛陀的吩咐,每日為大眾掃地洗衣, 一面高聲不停唸掃塵除咎。大家都很同情他,亦有時幫他一齊唸掃塵除咎。 如是者過了幾年,有一日,當周利盆陀騎正在掃地的時候, 他忽然體驗到這句解的意義,自言自語地說:「原來塵咎是有內外兩種的。」 外面的塵咎看得到,容易掃除。心中的塵咎是貪親癡,無名煩惱, 要有大智慧才能清除。如果內心的塵咎不除,就會輪轉於生死之中。 佛陀,我現在瞭解了,我已經清除了心中的塵咎。 這時,周利盆陀騎,忽然頭上智慧之光閃耀,一直照進內心的深處, 正到阿羅漢那。他正悟之後,智慧大開, 講經說法變才無礙,有時還在說法中顯示神通, 成為爭團中十六尊者之一。 正悟了阿羅漢之後的周利盆陀騎, 生活仍然照平常一樣,為比丘門掃地洗衣, 每日工作時,還是那句素塵隨舊。 而且又會提供在煙子不同的領土。 Because of the Sin essen。 因此,周利盆陀騎。